你说这个 你说小孩子是不是 你借他买玩具给他 他可能玩了三天 玩了一个礼拜 好奇心没那么大的时候 可能就不像刚开始的时候 爱不释手 但是代表着什么 可能代表着 他又迈向了下一个课题 是不是 那你说这些东西 他没有经过 没有历练 毕竟 成长的里面的完整度 不是那么的好 我们修行也是一样 对吧 在红尘中 你什么都见过 你就会 心不容易乱 是不是 你什么都有了 这样子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印象 你也比较不容易被骗 是不是 也比较不容易 这个分心 为什么 因为你看过了 你听过了 你多少少 touch过 所以红尘是一个染缸 它也是一个训练 训练场 看你如何来看待这其中 来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都是挑战 都是不同的主题 但是就在每一次你的 这个勇于面对 这个快速的把这些课题都消化了 你就会 这种完整度 就不是每个人都一样 你的完整度会跟别人比 你可能就相对完整一些 平常看不出来 对吧 遇到了那个课题的时候 就表现出来 你有多一些的领悟 对不对 所以你的见解 在更多的时候就不容易错 你的领悟不够 或认识度不够 你很容易就被人家糊弄了 对不对 很容易就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就搞到最后 进步 它在这个连续性的提升中 一鼓作气也快一点 是不是 在说进步 这边进了一下 那边又因为不足 又把你前面进步的又泄气了 而会不会这样呢 也许 所以你说修行为什么难 不太可乐 既然是如此 所以每一天都是 不停歇的学习 不停歇的历练 在这个过程中 领悟里 去把各种的准备 都准备到万无一失 那这就是决心与否 目标与否 有没有很难呢 也不见得很难 但有没有做 那就真的 越是不做呢 你就会觉得越难 就要像你整理花园一样 一片都还没整理 你会觉得 哎哟 是要花好几个小时 去整理花园 所以不知如何下手的时候 又因为不知如何下手 所以都没下手 所以一等 又不知道耗了多少天走 对不对 但是你说我就立刻 做多少是多少 你会发现一下子 就在你的努力中 看到成长成果 我就是想你 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 我就是想你 你吗 我就是想你 在哪里 有没有 还是你 我就是想你